社会课本翻一翻让你长大当老板 各位小朋友大家好 我是知心鬼小的周秀华老师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 认识乡镇市区上级 今天的学习重点有两个 第一是了解认识家乡的方法 第二是能够了解家乡的公共场所 以及它的功能 台湾是我们的家乡 政府为了服务人民将这片土地 划分为许多区域 今天我们要认识的就是其中的 乡镇市区 我们可以透过许多方法 认识家乡的乡镇市区 阅读地图就是其中的一种好方法 地图上可以找到住家附近的街道 政府机关还有公共设施 等等相关资讯 非常的方便 从县市乡镇道路的名称 有时还可以发现居住地方的位置哦 比如说北新路 指的就是台北到新店 板南路 从板桥到南市角 还有南深路 猜猜看 是南港到深坑 路名是不是很方便呢 在这个市大路上 有国立的台湾师范大学 还有台北市的公园路 有228和平纪念公园 有小朋友会好奇 那市民大道和新生南路 是表示有很多台北市民 和新生儿吗 当然当然不是咯 市民大道指的是 市政府很重视市民 所以呢才将街道名称 取名为市民大道 台北市还有很多路名 都表示着中华民国 是重视人民生活品质的国家哦 比如说民权西路 民族西路 还有民生西路 新北市的板桥区 也有类似的街道名称 民有街 民智街 表示着国家的主权 属于全体人民 彰显了主权在民的精神 从街道名称 有时也可以发现 家乡的历史 凯达格兰大道 是台北市总统府前面的道路 路名就来自于 从前长期居住在 台北地区的原住民 凯达格兰族 万华以前称为Manga 它的意思呢是独木舟 也是源自于原住民的平谱族语哦 罗斯福路 它的路名是纪念美国前总统小罗斯福 和台湾曾经的身后友谊 台北市还有很多有趣的路名 值得我们一一去了解 乡镇市区的组成 是由许多村里所组合的行政单位 乡镇市区所包含的范围 和服务的项目 比村里还要广 以台北市来说 它有12个分区 闻山区之下 又可以分成43个里 每一个里 都有里长尽心的为大家服务 台北市政府 还有其他的行政机构 都和居民的生活关系 非常密切哦 接下来我们就要认识便利的家乡生活 不论你的家乡在哪里 都有许许多多 为大家提供服务的场所和设施 不论是学校还是公园 都让我们有更便利的生活 接下来我们就要认识地方的公共场所 这是指一个开放的环境 也就是任何人都有权进入的地方 比如说街道 广场 或者是夜市 在自由广场里面 常常会举办很多热闹的游行活动 还有在各级学校当中 不但是学校上课的地方 放学后也开放 让社区民众可以去运动 社区大学之中呢 还提供很多有趣的课程 让社区民众可以活到老 学到老 除了学习心智之外 校园内宽敞的公共空间 也是居民运动 休闲的好地方 各个学校的操场 球场都是开放的 不过使用的时候 一定要遵守相关的规则 才能够保护场地不受破坏 让更多的民众 都能够享受公共空间 除了学校之外 图书馆也是居民 吸收心智的场所 台北市目前总共有一间总馆 44间分馆 图书馆中 不但有丰富的书报杂志 以及影片提供借阅 也有电脑 视听室 饮水机等等相关设备 自动借书机 还可以减少大家排队借书的时间 图书馆中 还有五花八门的各项活动 小博士现象 每两个礼拜 都会提供一次新的题目 达得的小朋友 还可以得到图书礼券哦 其他像林老师说故事 电影欣赏 手作活动 每一项都十分有趣 丰富又让你增加知识 参加各式各样的活动 不但能够增加知识 有时还可以得到精美的奖品呢 随着科技的进步 我们在家里也可以阅读电子书 台北市还有一种对羊很温柔的图书馆 欢迎大家多多使用哦 猜猜这是什么图书馆呢 答案就是 智慧图书馆 因为它天天开放不打羊 便利民众能够在馆内自动借书 还书 享受阅读乐趣 松山机场 百灵智慧图书馆 还有其他总共七个地方 都有这样的设施 欢迎民众随时进去利用我们的图书 图书馆员们坚持好的服务品质 让读者能够满意的使用各项设备 我们呢要遵守图书馆当中的各项 规定 比如说不要超过预期的时间才去还书 还有在馆内请勿饮食 如果需要饮食请移驾到户外 在馆内呢 请把行动电话改成振动模式 以及不要在里面跑来跑去大声喧哗 这样子的话呢 都会让我们的阅读品质大大的下降 还有在图书馆中也会提供垃圾丢弃的服务 不过如果你有家庭中的垃圾 请你不要拿到公共场所去丢哦 有时我们也可以把家里不用的书 捐到图书馆让他去旅行 让未曾蒙面的朋友把书带回家 阅读他享受他 家乡有许多开放的公共场所 等着我们去一一拜访 小朋友在使用的时候 要记得爱护公共设施 遵守场地的使用规则 才能让更多的居民一起享受便利的家乡生活 谢谢你们今天的欣赏 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此结束 请别忘了继续欣赏我们的 认识家乡行政机构下集哦 中共兑许多危险 子典空 子典空 王 ught 养 养 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